过去一年 我国至少有八个行业 推行了渐进式薪金模式 其中以清洁业的成果最显著 超过5600名清洁工友 在经过技能培训后 工资也跟着增加到了至少1000元 志宗表示 多数承包商虽然愿意提高工友的薪资 不过他们也担心 这会增加营运成本 影响竞争力 另外有网民最近也发起运动 鼓励人们在小贩中心用餐之后 留下五脚钱 作为清洁工的小费 借助广大民众的力量 为清洁工提高收入 运动发起人表示 公众对运动的疑虑可以理解 不过他相信 简单的动作会推动民众的参与